難得大家都知道 我們就先把這東西錄下來 等一下我先不告訴你們在幹嘛 來 後面公司後面還是一樣的亂啊 我們放個綠幕再一次 一切都沒問題 那可能跟你加收20萬區費的費用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活動就開始了 放家園一季 好 爸爸要記得我的數字嗎 我幫你記得就好了 來來 換無家會按 好 瓦莉亞瓦莉亞 6 8 7 8 好三個人數就自己記好 那個不是說他嗎 我們去 好 吃不了 我們下回見 什麼意思 好的各位 出大事了 完蛋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支影片後面的片段 完全沒有聲音 勾破 沒有收到音 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是很想死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得用不同的方式 來呈現這支影片給大家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的拍攝主題 主線任務是 介紹沖繩最大的二手店 漫畫倉庫 支線任務 幫員工買旅行禮物 影片前段看到的抽數字 則是代表員工的費用 不是台幣喔 是幣耶 這時我先讓兩位先選出想幫哪一位員工挑禮物 阿民選擇是范范 超級不意外 老周選擇是阿輝 嗯 這組有一點不熟 我則是燕燕 這個完全沒問題 這時候場外的蔡梅軒也開始起哄 表示他們也要有禮物 三人說著 我也要 我也要 對啊 我們當免費演出 當免費的攝影 也不能有禮物嗎 這樣合理嗎 我直接無視他們 直接開逛 就是這麼狠 首先我們來到的是精品這一區 這一區我沒有那麼的了解 我們就由阿民來做介紹吧 大家好 夏明 再稍微假一點 假 怎麼假 再高一點 聲音就好 你再選一次 大家好是阿民 大家好 OK 好 大家好 夏明 我要介紹的是這個二手精品區 這邊真的很便宜 而且還有類似抽一番賞的玩法很有趣 一千日幣就有機會抽到LV包包 再來看看這邊 有二手的LV包包 真的滿便宜的 如果你不在乎是新的 還是二手的 你真的可以在那邊考慮看看要不要買喔 那這邊還有一雙可愛的小鞋子 可惜星星已經穿不下了 不然我肯定買回去 唉 剩了一筆真開心了 後面變回自己了是不是 阿民的畫結束了嗎 結束了結束了 好好好好 好的又切換回我了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鞋子帽子配件區 這裡有非常多二手或全新的商品 甚至有一些超級限量的喔 這一區安全帽則是我們家阿輝最愛的一區 再來看到的是太陽眼鏡大家沒什麼興趣 這時 懂鞋的老周和蔡哥 介紹到這裡的鞋子 真的滿屌的 都是買不太到的 想不到這兩個人還懂鞋啊 這時候我們回頭又發現了精美轉蛋機 身為天之交子的我 怎麼能夠放過這個機會呢 馬上拿出一千元 來跟大家證明我的厲害 恭喜 精美球鞋調是一個 再來介紹的是二軸古著區域 衣服實在太多 我沒啥好介紹大家自己看 回頭直接鬼轉公仔玩具區 這裡的勾斬大致上是 剪品加上一番賞居多 當然還是有其他的品項 但比較少一些 但一番賞價格真的超級便宜 這個剛出的鬼滅 全新的秘尼 只要五千日幣 大概換算台幣是一千一百塊左右 大概是在台灣可以抽三抽啦 旁邊的霞柱呢 我記得也是五六千塊日幣 也是超便宜 如果你想買一番賞的商品 我超級建議來這邊購買的 因為真的超級佛心 那當然還是有些超級稀有的有價商品 這個比克呢 我在台灣查到的價格大概是 兩千五到三千台幣 這邊只要八千日幣 大概一千八百左右 然後呢 轉頭又看到超級便宜的 青龍珠一番賞 比克全新B賞 三千日幣 換算台幣 六百六十左右 旁邊的霧天克斯也三千日幣 完全不猶豫 直接給他打包帶走 下面的肌牛也只要五千日幣 反正就是各種便宜啦 來這邊你真的會走不出去 如果你是一個公仔迷 這邊真的一定要好好逛一下 好的 我們接下來帶大家看到的是卡牌區域 基本上什麼當紅卡牌都有 寶可夢 海賊王 遊戲王等等 價格部分我個人不是非常的懂 所以這段我就不細講 然後這個區域還有提供玩家一起打牌的位置 我覺得非常棒 有缺什麼直接買 買完直接來打 完全OK的 好的 接下來來到我們的電玩區 一樣有全新或是二手的商品 那屬於盤子屬性的我們 馬上又被旁邊的抽獎金給新衣了 一抽三千日幣 連續抽了三抽 都是低賞最小賞 後續換了一張SW的遊戲片 真的虧爛 接著在電動區後的就是我們的漫畫區域 我們這趟沒有習慣 因為時間比較緊迫一點 簡單來說就是什麼都有 你想要來挖寶 這邊完全沒有問題 那這邊還有夾娃娃專區 菜梅圈在這邊花了大錢 但就是夾不起這個史萊姆 這段超級好笑 可惜沒有聲音 大家輪番上陣 全部都失敗 當下大家選擇了方式 但是想不到 菜哥留了一手 耍了一波浪漫 自己偷去偷夾了 在離開的時候 拿出來給小梅 讓小梅這個欣喜若狂 可惜啊 菜哥 努力錯地方啦 小梅已經有約會君了 好那最後呢 我們也挑選好了我們的禮物 我挑的是有阿明 跟我一起選的手錶 因為這次呢 也不想要送贏一些廢物啦 所以才詢問了阿明 哪些東西會比較好 阿明挑的則是一條精品的項鍊 感覺蠻適合泛泛的 老周挑選的則是一頂潮流漁夫帽 我個人覺得挑的不錯 因為阿輝就是很喜歡錄影 戴這種帽子剛剛好 好啦介紹這邊結束啦 我個人是蠻推薦 喜歡動漫的朋友來這邊逛逛 因為東西真的很多 你可以花一整天好好逛一逛 我們這次也只待了大概短短三小時 我自己覺得有點可惜 有機會的話我一定還會再來造訪 那店家的優點呢 就在於品項非常多 商品價格也比台灣便宜很多 店內夾娃娃機 如果你有一點基本的概念 也不會太難夾 像我自己大概花一千五百日幣 夾了一個海夢超級香 但也有建議不要玩的 就是精品 球鞋 電玩的抽獎金 這種不是大丸頭暴率真的很低 好啦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有生世界吧 好了各位我們現在回到台灣 Yeah 我當然就要把他們的禮物給他們 欸 好囉 好囉各位 我們要準備好了 來 我們呢還記不記得算一次大家就是超秀卿 你們塞那個數字 這個呢其實是我們要為你們準備禮物的金額 有幣嗎 日幣嗎 日幣 沒有日幣 想太多了啦 來來來來 到我 超立憲耶他超小氣的好不好 他都原本都超小氣的 好幣啊 就是要在這個小小的錢之中創造奇蹟好不好 可是人家都開箱那種超貴的禮物耶 對啊 不是 不是 我們訂閱也賣一百萬啊 我們如果訂閱也賣一百萬 我看你 那你 那你回來拿一下 哈哈哈哈 好突然喔 你今天穿得很像工作人員啊 真的是不要在那邊鬧 手又不好了嗎 不是啦我要看金額啦 哦 沒關係 還不然會上那個字卡 OK 好 我們現在從最低金額的開始 好小喔 我猜 角落生物 來 掉是 再猜 再猜 沒中 它是角落生物的東西 不是 是吧 角落生物已經給你了 耳環 耳環的另外一種 項鍊 哇 勢必扁 勢必扁 好厲害 其實我們這一次是在沖繩的二手商買的 所以這些都是別人名牌的二手 1到10分給幾分 9分 蛤 我們這個金額還可以拿9分 那下次還可以再低一點 哈哈哈哈 你不要裝垃圾 你不要裝垃圾 第二 第二個價錢的人是 吳家輝 吳家輝 最高是 顏顏色 對啦 好 老中敲了一個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牌子 不過 應該可以 不錯不錯 我知道是 我知道這個牌子 OK啦 哦 這是潮牌啊 錄影可以用 誒這是潮牌耶 沒錯 是妹妹付的吧 他是一看到這個帽子 就說 誒我覺得這很適合吳家輝 誒 好好看 你適合你耶 這也在二手店買的 沒錯 下一次有機會的話就帶你們去 我覺得就沒辦法 那這二手店好像很好賺 嗯很棒很棒 來 1到10分幾分 8分啊 哇 哇 有 真心嗎 真心啊 因為我最近也在找新的帽子啊 OK 省了省了省一筆 省一筆 省一筆 來歡迎我們這一次金額最大的 SM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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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抖在抖 沒有他想要見到 他想入鏡 他想入鏡 來囉 3 2 1 登登 這是啥 你要死貝 喔哇 欸 喔哇 喔是手錶耶 是手錶耶 喔哇 喔哇 他可以換錶帶耶 欸我們 我們沒想到他可以換錶帶 其實 好酷喔 他應該有包在盒子裡面 這樣立刻帶起來 這個禮物 9分9分 還是你們其實是在講說 這個人沒有時間觀念 需要一支錶 其實我們送錶的時候 我也是希望你可以準時 欸 長睡過頭的人 欸 欸 塞車 欸 欸 是我嗎 對我說他塞車啊 欸他昨天 也是四五點 欸五六點才到公司嗎 我想說到底是去幾點 他說他跟我 他一點的時候跟我說等等講 然後三點的時候說 等等說 到最後五點才到公司 好啦這就是大家的禮物 謝謝 耶 那如果喜歡這一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按讚片子 還有夜市女子 還有馬克思戴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 還有玩到自然醒囉 我忘記 他也沒在跟下 都沒有在玩 他還有在做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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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還有在直播這樣子 只是他最近封面不拍照 他用舊的 他都不拍照 你這個人 就不要做了吧 心力已經沒了 他可能怕 他又被我們 他沒有心了 他又被我們解決了 又來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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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小啦 你傻小小